这是一个贩卖片 我今天没有准备非常正式的讲联想的事 但是我更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大家能够很认真的看完 这个就是互联网的一种生活经验 什么意思呢 昨天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是真不知道该不该录这视频 录这个视频能够给我带来了这个影响 我也不知道 可能会非常糟糕 对在视频传上去之后呢 短短的时间之内 出现了我预想当中的一些 这种指责评论 以及一些谩骂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2021年 我们依旧在互联网上存在了 很多很多不文明的行为 而且你很难去说的 你很难去斥责这种不文明 因为它似乎是建立在 一种好意的基础上 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 在我为联想发生了之后 发生的事 在视频在其中一个平台发布之后 很多人除了评论区以外 他们热烈讨论着讨论没有问题 指责没有问题 但是我所担心的事 我是想让大家也感受一下 那比如说你是我 虽然说这个可能性不大 那比如说你是我这个角度 甭管我做什么事 您看一下 在2021年 我们因为这样的互联网的 疫情造成的我们的人的思想的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改变 那改变在什么地方 看看啊 他们跟我说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 我也是第一次看 开始 在我面前呢 很多人因为我昨天的视频 开始讨论了 那他们跟我说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从这开始看 点进去之后 他说我不完全了解联想 那我的想法是 他应该很了解联想 那我作为一个科技评测人 设计科技行业这么长时间 他觉得我不了解联想 OK OK我接受 这个人说 联想什么玩意儿 自己心里不清楚 还在这儿情怀一套 什么玩意儿 我想说的是 OK 畅所欲言吧 没有问题 直接来说 你是很low的 是吧 你是这个 踩一脚 然后这个人 我特别喜欢这个 他把我的一些文字呢 把我的一些表述呢 直接引用出来了 我说 我们竟然以一种 需要通过道德 就是站在道格的制高点 评价一个人去 运营企业的时候 他说 联想中国科学研究所 出来的 带有国家背景 作为联想领导 在很多时候 胡加 胡威德 列取了联想的主导权和 自身利益后 拿着获取的利益 没有搞真正的 例如国产 操作系统 国产 芯片的研发 而是搞贸易 国家外贸是干啥的 等等 这个啊 他说我生气很正常 这边提到了倪光男 他当年为什么 无缘无故解聘 为什么要被人身攻击 为什么在联想待不下去 为什么到现在 没有获得联想一份股份 这位网友呢 对这个问题啊 特别的 充满了愤慨 因为他里边 提到了很多事情 就是来自于 哎 斯某人 对吧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啊 华为这么好 你竟然反对 还说联想好 满天下 大不为 你看啊 这感到好用的啊 很吓人啊 柳家没少给你好处吧 柳家的狗 在这吃香 没想到你也是柳系人员 五个馒头 这么好吃 然后 卖国贼就是卖国贼 美国混不下去了 又跑回来了 你就是汉奸 卖国贼 这样的话 很多 啊 很多 你是个西方的田狗 啊 狗 我们中国人在说 另外一个中国人是狗 美国的代言人 他竟然说我是美国的代言人 这个谁啊 司马南揭开了联想盖子 除了需求粉丝参入外 更多专家倾向于联想 就像司马南说的 这些反对的专家 没有一个拿数据和证据说话的 都是泛泛而谈 让人感觉更像是说客 用有力证据反驳这才是专家 否则只能自取其辱 你他妈东拉西扯满嘴跑火车的狗逼玩意儿 我希望这个视频啊 到现在为止的是没有被平台限流的 因为确实我在这个视频当中爆了粗口 虽然说这是我第一次在视频当中爆粗口 我是通过阅读他们的原话 这样的评价很多很多 而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我们针对一些人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来聊 因为这个联想是核心嘛 我们以联想为核心 同时我来指出 我比较担心的事确实发生着 而这些年我做的事情是 尽可能的用心平契合的态度 让双方 就是这种剑拔奴装的两方 可以坐下来 冷静一下 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那么严重吗 对吧 那当然啊 我能够在昨天站出来 我是能够预计到非常不好的结果的 那种不好的结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从昨天我视频发布之后 本来我想着联想着说完了 没事了 继续下一个科技视频的制作 可是当天晚上八点半 我是明天晚上八点半 不是直播带货吗 带货的时候 就有些人正好看视频吧 就点进来了 这些人上来 就是满瓶子也是啊 有点当年红卫兵的意思 过来来讨伐我 问了几大问题 他是希望我来回答 他们问的几个问题呢 其实我在昨天视频当中已经澄清了 已经说过这事了 然后他们继续再问 为什么 5G投票 这个联想没有投华为 是吧 我今天把华为说出来了 因为 再憋着没有用了 再憋着没有用了 为什么没有投华为 后来华为都澄清了 对吧 联想也说过这事 我们就像带着感情的人去感情用事 比如说这个事啊 两个结果 一个是投了票了 第二个是没有投票 我们来想一下 他投票和不投票 都是可以接受的 从各种角度上来说 都是可以接受的 是吧 有些人说这是国家利益 我们先不要扯那么多 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现状 我们再谈好不好 假如在那个5G投票当中 联想投了他了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是吧 联想非常大度 是吧 为什么说联想非常大度呢 我觉得联想真的是很厉害 假如他没有投呢 我觉得也说了过去 为什么呢 这个是联想跟华为 是竞争对手吧 就跟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 他们之间是竞争对手 是不是 竞争对手之间 如果说没有投票 我们如果说正常来说 是可以理解 可是我们把华为呢 带了一个很强大的光环 那就不投不应该 有人说我说这个是鬼扯 是吧 瞎扯 咱再说实话 咱找点例子来举一举吧 是吧 特斯拉 说美国企业 我们就说企业之间 我们说竞争对手 你看 我一谈特斯拉的时候 好长时间之前 我看到别人黑特斯拉 我觉得我应该公正的说些话 很多人骂我 跟今天是一样的 卖国贼 是吧 没有买特斯拉 那肯定是天天继续骂 买了特斯拉的 非常开心 真的是很开心 觉得他选择正确的 你看我当时出发点是什么 我是维护了是特斯拉利益 还是我们消费者的利益 甚至是我们国家的利益 很多人想不到这点 他就继续骂 那个人干什么呢 那个人就说 说什么信息泄露 您要真的是经常看的话 我是一个老百姓 我代表的是 我作为老百姓的一个想法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是比较关注这一点的 对吧 那那个人的视频一出 我们国内 中国生产的特斯拉 那个车主 花了钱买了车 他要背负的是一种骂名 别人就会骂你这个买特斯拉的人 我们自己人 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开着特斯拉 我们中国生产的特斯拉 大街上被我们中国人骂了 那个人的视频造成结果 就是这样的 对吧 那受伤的是谁呢 我们自己人 对不对 这件事情扯到联想身上了 包括很多之前那个民营企业 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舆论受不了 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这次说联想 我们继续啊 竞争对手 当特斯拉 刹车失灵事件 被这个诬陷的时候 同类企业当中 竞争企业当中 谁站出来为特斯拉说一句话 我没有听到一句话 我甚至看到很多 所谓的工程师在这说 那可能是真的 当时对特斯拉造成了 很严重的影响 特斯拉受影响了 特斯拉车主受影响 很多人 哎呀本来是原本计划买特斯拉 后来不敢买了 花了钱买其他的 后来又找其他的品牌维权嘛 对吧 你看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后来 我们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品牌 也被维权嘛 你看 另外的车企业说了嘛 也没为他站出来说一句啊 竞争企业当中 不帮忙 那是OK的 放在我们联想身上 假如他真的是没有投这五级的票 他投与不投 都是 对的吧 我们能说他错吗 可是我们说联想错的时候 是放在什么角度呢 站在就是 自己人应该帮自己人 但是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在看到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在自己咬自己人 对吧 我是一个博主 我发表了我的观点 我支持一下中国联想 我被骂 汉奸卖过贼 这个东西骂了好长时间了 去国外生活 留学读书 骂 汉奸卖过贼 回来了 说 跑回来了 跑回来当间谍了 是吧 然后再出去 还是这样 就是 我们有没有发现 我的视频是尽量的 出现之后呢 是让大家心平气和的觉得 能不能 我们全世界人友好的共同发展 可是 其他人的视频就是说 一定要引起斗争 引起这种不必要的东西 是吧 那 5G投票事情在这边还是再说一下 大家可以真的去查一下 联想是投过票的 投了 如果说正好是因为联想没有投这个票 那个华为 失去了一些机会 那你为什么不指责那些没有投票的人 那么多没投 那单偏偏拿联想出来 所以理性思考 并辩是非就放在这 大家可以琢磨琢磨 有没有理性思考 那另外真的的事情就是 这个联想 这个 收入不高啊 整个企业不景气 为什么高管还要那么高的收入呢 甚至我在网上有的时候刷嘛 刷视频看到很多人在征问这个事情 永远是围着这钱 就说这人赚太多了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些人竟然能拿出来做对比 他怎么对比 说腾讯 是的 这个腾讯一年高管的收入啊 加起来三四十亿啊 但是人家OK的 人家是一年赚多少钱啊 人家就赚的利润非常高的 那些利润从哪来的呀各位 不就从你们身上吗 那联想利润可能远不及 这个腾讯 然后他们的高管说 描述个数字嘛 说占了收入了百分之三十 然后又拿这个美国苹果举例 美国是 库克 一年的新金光公司嘛 成人民币啊 可能得将近二十亿吧 是吧 将近二十亿人民币 是柳传志的这个 十几倍 二十多倍 可是人家苹果利润多高啊 什么说的 就是这个啊 一直在说这个事 我们先相比他们啊 都是 在某个行业龙头吧 是吧 电脑生产领域当中 联想是龙头 全世界龙头 那手机业务 以及软件硬件开发 苹果是龙头 那腾讯是软件 中国的龙头 对吧 都是龙头 可是柳传志的收入没有 很高 差了十几倍 二十几倍 我们很多人在对比的时候说 就围绕这一个观点 就是当你的企业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把新金拿出来 投进去 这个是从哪能弹出来 这个就是对的呢 我不知道 联想到现在三十六年了 对吧 创建政策时间了 说到这个国有资产 其实我上一个视频说那些话 已经让大家明白了 我已经解决了几个问题了 只不过大家没有看明白 甚至有些人没看下去 太长了 三十九分钟 因为从头到尾 我是从人性角度去考虑的嘛 然后说你得拿出数据 在这边还是要跟他说一下 联想的这个 就是年度的财报 就是你想看 你都能看见 如果有猫腻 他们改一改就行了 没有猫腻 可是后来为什么 这个斯先生 你看我还要说斯先生 有些人后来指出我一个错误 我等一下再说 我特别想说这个事啊 把这财报拿出来 在那计算 你要是真的是一会计 你要是真的懂财务 懂金融 懂这些东西 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斯先生他是算错了 少算了十几亿 然后把这十几亿变成了 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指控 这么严重 然后大家如果说 你是一个仇富的人 我永远改变不了你 我这么多年的视频 拍了两三千部 时时刻刻告诉大家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不在于多少钱 是吧 你得努力的生活 把钱看得淡一点 就别人赚钱 是人家的本事 不要羡慕嫉妒 恨的时候还站出来 还要弄死他们 这个心态是错的 是扭曲的 这是错的 也不要把我们国家当傻子 联想在我们中国 然后网上很多人谣传 是吧 联想的总部在美国 明明就在北京 就是你为了恶心 一个企业的时候 无限地夸大一件 正常的事 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 那我这句话 是说给那个人听的 就那个人的视频 我真的是看得难受啊 天天在那搞事情啊 就是你搞事情 你往正确的方向 引导也行 不是 他讲的那些 永远是围绕着一个 把民粹提升到 一个程度的同时呢 把大家都抱过来 你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他的视频一旦出现 永远是一个基调 引起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人 以及中国人和外国人 之间的仇恨 而我的想法是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全球 共同繁荣 是吧 每个人都可以开心 是吧 有些人说联想 你是做得不错 我不再支持你了 因为你不值得我们骄傲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说 联想帮美国人赚钱了 那联想帮美国人赚钱的时候 联想有没有帮我们赚到钱 那联想是不是应该 完全给我们赚到钱 不给美国一分钱 是不是这种想法 有些人说是的 就应该为我们国家利益着想 对吧 可是大家了解 全球性的公司 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吗 就是他真的是 从中国出去包罗万象 极大成一体 共同发展 然后有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领域 能不能讲 就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说这联想 无条件的给了美国 这个美军提供的电脑 有没有可能涉及到信息泄露 这个老生常谈都说臭了吧 我们常年在讨论 中国跟美国之间 要不要打仗大仗 这国家的这什么 我实在没办法想到 这个东西能跟联想扯上去 是吧 是给美军放点电脑 怎么了 电脑啊 是吧 IBM是美国的 我们把它给并购了 有一部分是美国的属性啊 是吧 他如果说IBM要给他点电脑呢 是吧 联想的集团呢 他是名誉是联想的呀 我们在疫情发生期间 那联想不给我们也捐钱了吗 对吧 你要非把它认为一个国外的公司 可以 我们不是也受益了吗 再说国外的企业来到中国了 是不是 如果我们真的是这种想法 那我们想想 美国人如果也这么想 美国人怎么想呢 我们这个公司啊 到了中国去了 要把中国赚钱 全部拿到我们美国 怎么拿呢 就是赚每一分钱拿过来 不能给中国那边的员工发工资 不能给那边便宜 不能给那边缴水 可能吗 那美国的特斯拉来到中国 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 养活了多少这个汽车相关的公司 是吧 改变了多少的生态环境 给当地政府交了多少钱 你们算过吗 那如果按照我们这个狭隘的想法 说联想到人家那边之后呢 就不能那么做 那可以啊 特斯拉工厂里全都是外国人 对啊 不要雇中国人啊 全都外国高管啊 能这么干吗 联想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跨国的公司 全球性的公司 是中国的骄傲啊 朋友们 到现在想不懂 做那些诗 因为几个视频 就能让你们想到这些事情 我无法理解 我无法理解这个仇恨是如何出现的 为什么看到国外的人笑 你就心里很不舒服 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当地人对我也挺好的呀 都挺不错的 我觉得那挺有礼貌的 那尊重我也尊重他 我真是希望这种尊重 是全世界都是共通的 不是总是 我们还在没有解决柴米油盐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那种猜想 担忧 造成的结果是 我们国人与国人之间的仇恨 国人与海外人之间的仇恨 这个仇恨没完没了的累嘛 我说了 我做自媒体 秉承着和平共处的这种想法 五六年过去了 到现在还是这个奏性 还是人与人之间互咬 咬谁呀 我们国人之间互相伤害 什么时候能平息呀 那个闹事的人 总是闹 天天闹 我们看了之后舒服吗 我们再说的简单 通俗一懂一点 我们说到联想 在这个人 连续几条视频之前 是不是没什么事啊 跟我们大众的生活 沾边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非要扯出来 你很了解联想 其实我们没有人可以真的去了解联想 我们都是吃瓜群众 对吧 我可能更近一点 为什么 我是科技评测的 我了解科技发展的过程 我了解什么是淘汰了 什么公司垮了 我上个视频说的很清楚 联想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这个是股份制改革的必要 否则就没了 联想都不存在 你骂谁去 你恶心谁去 没有 联想跟我们普通人最直接的关系 就是你有可能有交集的 只有一种方式 你上网 或者逛店的时候 有联想的商店 进去看看 这电脑还行 不错 买一个 你跟联想之间的关系 永远是 你是个消费者 这么多年过来了 联想在消费者方面 还行吧 有些人在这吹牛说 联想东西国内卖的比国外贵 你对比一下吧 我这儿真不啰嗦 你去对比一下 你真的是找一台机器出来 对比一下 如果你不对比 没关系 以后有时间我来帮你弄 我们来一一的针对问题 来搞定这些事情 当然了 舆论就是这样的 米歇沃克斯花了很长时间 是希望大家生活很开心 能够平平静静的 然后能够思考问题之后 多想一步 对人之间都有存在一些善意 可是我到现在 我发现这个进步的速度很慢 2021年 我们竟然依旧在努力工作的时候 忽然间就要担忧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哎呀 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啊 美国是不是占我们便宜 我的天哪 我们竟然到现在的时候 还在担心一个 我买一个产品 有没有不爱国的意思 2021年互联网时代这么发达了 天天扯这个 什么是百分之百 纯净的爱国 如果按照大家这种 就是说 这种心态 那只有一种方式 此时此刻的 认为你想做百分之百的 放下你的手机 从此不用 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发现有什么电视 千万不要看 你开车的时候 路上还有很多这个 可能不是我们国产的车 你也不要碰都不要碰 为什么呢 互联网就是美国的东西 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你能看到我 你通过这设备 都是美国的游戏专利 我们无时无刻 都接触着这些 我们心中 自以为很讨厌的东西 现实嘛 那全球共同繁荣 会不会让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活更好呢 答案是 是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活着 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不就是让我们 自己的国家强大 以及自己生活水平提高吗 我们目标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扯到这么多了 那联想怎么了 我们再重新捋一捋 联想怎么了 我们平时是不是 可以用到很好的 联想的电脑 早期的时候 对吧 联想电脑贵吗 你对比一下 还行 我觉得还行 联想哪方面有很差吗 联想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人买ThinkPad 买电脑 那都是中国的产品了 对吧 美国人如果说买摩托罗拉 那也是中国的产品 打响全世界的牌子 Lenovo 做得很好 钱赚了很多 没有钱怎么讨论企业 企业不以赚钱为生存手段 怎么活 这个问题抛给那些 很讨厌联想的人 因为一旦你很讨厌联想 我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讨厌任何你接触过的 股份制的公司 没有多少这个纯的国企了 已经都是有外资的 为什么 这是国与国之间 共同发展的一种 很美好的方式 可是我们竟然被某些人调教的 这个骨子里就是充满了一种恨意 这种恨 除了伤害自己的情绪 你同时会伤害自己的同胞 然后还会莫名其妙的 觉得很痛苦 痛苦之后就开始骂人 就是今天这件事 来 有些人说了 庆佩那个斯某人 我们这样解释一下 因为有些人很厉害的过来说 我上一个视频说错一件事 他说 人家不姓斯 人家姓司马 名一个男字 那我也这么说吧 那他其实也不姓斯 他其实姓于 他的名字是于利 对吧 以后叫他于先生好了 司马男是一个笔名 就跟米奇沃克斯是一样的 人家的名字一听 特别中国话 中国文化 我的名字就很难听 有些人说 我起了个国外的名字 虽然说我的名字 已经解释了很多次了 说实话 在视频当中解释了无数次了 它就是个名字 米 大米的米 能吃的粮食 奇 奇人异士 神奇的奇 对不对 卧 肥卧的卧 土地肥卧 克 克制 情绪有的时候要克制下来 也认识吧 斯 斯人一名 他就是一名 司马男他也是笔名 你以后叫他 你叫他于先生 叫我王先生好了 对吧 有的时候无知 也没有很可怕 很可怕的是 有文化的人 抱着一颗 有仇恨的心 特别吓人 这件事情经常发生在我身上 我OK的 这五六年到的 网络暴力了 是吧 经常受到人身威胁 也是常有的事 希望联想好好活下去吧 它只是一个地球上的一个公司 原本应该是让我们中国人很骄傲的 可是现在被搞得骄傲不下去了 其实还是很骄傲的 我觉得联想是一个很好奇 然后有些人说 没事 不是司先生整联想 是联想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其实你错了 司先生的视频带给我们都是仇恨的种子 埋在我们内心的 对我们未来发展是不利的 我告诉你是 直接是不利的影响 对我们国家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 是吧 所以说你看 昨天视频一发 我就接受到了网报 网报之后 这个讨论非常可怕 你知道吗 直接影响到我的这个未来 可能未来的一些想法和发展 所以我最后我要承认的是 你们赢了 流言蜚语 以及这种恶毒的攻击 我怕了 我不敢了 我上一个视频还说 买东西我要买个联想 我今天去电脑城 想来想去 我在联想电脑面前转来转去 我发现那时候联想 已经没人进去了 我一个人进去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最后我妥协了 没错 我怕了 我不敢买联想了 我怕被人打 被人继续恶心攻击 我也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人 我受不了 所以你们赢了 后来我到电脑城买的时候 我被强制的不能买联想了 我只能买个其他的了 我逛来逛去 我在想 我买什么品牌也是组装的吧 那我就找个随便 一个摊位 随便组装一点 完了 买了一台二手显示器 菲利普 自己随便找了一家摊位 组装了一个电脑 里边是英特尔的芯片 11代 好像是这个锡节的硬盘 然后是逻辑的这个键盘 我看来看去 好像没什么我们中国的东西 后来我想 我这机箱我一定要买中国的 所以我买了一个中国的机箱 然后对不起 我没有很多钱 因为很多人说 联想是不是给我钱了 对不起 联想没给我钱 要是给我钱的话 我可能买点好东西 给自己配这个国产的小音箱 百万数码博主 配这东西 这个就是舆论的力量 我怕了 我被迫买一些 我自己觉得 不是很喜欢的东西 很喜欢的东西不敢买 我怕被人砸 被人打 这就是舆论 因为那个人视频一出 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很多人一口同声说 我这辈子再也不买联想了 真吓人 优优独播剧场